国防部昨天发布国家级警报 错将魅心英文写神飞弹 清华大写荣誉教授李嘉童今天在脸书表示 该则警报简讯 Mr.Fly over Taiwan Aerospace be aware 这句英文实在有相当多的问题 错得离谱 李嘉童表示 第一Mr.前面应该要有罐子A 也就是说A missile 我们不能说I saw a cat 应该要说I saw a cat 第二国防部不应该用Mr. 而应该是Rocket 国防部最应该了解Mr.和Rocket的区别 李嘉童说 第三如果真有飞弹 飞翼我国上空 一定要注明非我国发射的 应该以A hostile missile表示 第四 Fly over是一个名词 Fly over通常是指天桥 那Missile fly over是什么东西呢 第五 Missile fly over Taiwan Aerospace 这句英文没有动词 没有动词是很严重的事情 李嘉童表示 第六有人说国防部的官员打错了字 Fly over应该是两个字 Fly over 因此应该是Mr. fly over Taiwan Aerospace 但这也犯大错 应该要用Fly 第七 即使说Missile fly over Taiwan Aerospace 也不对 因为在英文里 用现在式是有特别意义的 Fly应该改为 Is flying or through 他表示 第八 Missile fly over Taiwan Aerospace Be aware 应该是两句话 正确的句子 应该为 A Hoster rocket flew over Taiwan Aerospace Be aware 或 A host rocket is flying over Taiwan Aerospace 李嘉童说 希望政府知道 英文是很难的 这则英文警报事关重大 国防部向来不准人轻易发言 英文警报一定是很多长官 看过以后才放行的 犯了这么多的错 绝对不是初心 而是因为英文不够好